美国国务院指中国共产党采取激烈行动 侵蚀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向英国和港人承诺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清楚表明 美国会把香港看成是一国一制 并向破坏香港自由的人士采取行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指出 川普已于7月14日颁布行政命令 以应对北京的行动 包括暂停及消除对香港的优惠待遇 而作为执行有关措施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在周三19日通知香港政府 暂停或终止三项双边协议 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士 以及互相豁免征收对方居民得自船舶国具运营的利得税 欧塔加斯强调 上述措施显示 美方对北京实行国安法的决定深感关切 这部法律破坏了香港人民的自由 美国与香港分别于1996年及1997年签署移交逃犯协定 与移交被判刑人协定 根据协定条文 只要任意签署方通知要终止协定 协定将分别在对方收到通知的六个月及三个月后失效 备受争议的港区国安法6月30日生效 规范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 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项罪名 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 第38条明定 不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人士 在香港以外犯罪也在管辖范围内 让其他国际人士也人人自危 香港警方7月底随即依涉嫌违反国安法 正式通缉六名逃亡海外的乱港分子 包括香港众志前常委罗冠聪 独立联盟前召集人陈家居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 及美国籍的华府游说组织 香港民主会的执行总监朱牧民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10日 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批评 已经至少有两位美国公民 因为港区国安法遭到锁定 川普政府正在评估一系列可能作为 要让北京知道若不善待美国人民 窃取智慧产权及威胁世界各地人民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拜登当选中国会更惨 2020年美国大选会在11月3日举行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获得民主党提名 参与美国大选挑战现任总统川普 实质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拜登中国政策尤其令人关注 拜登过去对中国态度趋向温和 但未来也可料势必受到美国对华强硬 政治大气候影响 只是拜登处事要比川普圆滑的多 并很可能重建美国的软实力 团结西方国家紧随美国领导 这对中国而言 挑战也许比川普一味硬碰更大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大选白热化 拜登与民主党阵营对川普攻击开始变得猛烈 前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 直批川普是个错误的总统 呼吁选民投票拜登 但假如看破选举烟幕 拜登的目标或者与川普没有太大不同 至少在中国议题上如此 拜登纵使不向川普反对全球化 预料不会对中国打争关税打贸易战 但拜登相信只是比川普更具耐性和战略定力 不求在短短几年总统任期内实现压倒中国大计 而是为后人打好基础 最终目标还是与川普政府鼓吹的中美脱钩颇为相似 拜登在选战之中提出与川普口号几乎是一样的 by American 买美国货经济计划 旨在加大投资清洁能源 电子通讯 未来电脑等中国目前相当重视的产业 保持美国长线竞争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7月初的这番话 拜登说 假如我们西方团结起来 中国承受不起忽视全球半个经济体 这会给予我们相当筹码去制定未来规划 从环境到劳工再到贸易科技已知透明 尽管川普政府也以蓬佩奥为首 大肆吹起西方围堵中国集结号 但川普任内更多的却是在西方阵营内搞分化 使其孤立中国构想事倍功半 川普从怒挂澳洲总理电话到中美贸易战前 先向加拿大征关税 向德国开出军费缴款通知 并减少驻军 再撕毁欧洲有份签署的伊朗核协议 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它更大程度上 看起来是推动美国孤立 拜登当选的话 美国政府势必更懂得运用软实力 四两拨千金缔造联盟围堵中国 而非以盲力硬碰 强求在短期内实现中美脱钩 拜登竞选团队局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对华强硬是美国跨党预设立场 但拜登预料更有可能与盟友联手面对中国 并就人权议题有更多行动 而拜登也可能较倾向与中国接触 站在重振美国竞争力 创新和基建强势的位置 与中国打交道 事实上笼络人心缔造联盟 可谓正是拜登的强项 拜登任副总统期间 美国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十一国签订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这原本可以成为撇除中国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 只因川普后来退出而废掉围堵中国武功 如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更为拜登潜在总统任期内团结西方阵营 提供了不可遇不可求的契机 疫情加深多国对中国的不信任 与仇视不说 疫情驱使多国采取行动 减少医疗物资供应链 依赖中国程度 就与拜登经济大计不谋而合 拜登网记显示 他对中国态度一直比较积极 拜登最早在1979年 以参议员身份到访中国 他成为副总统后 中美2011年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 拜登当时形容 中国转变绝对出色 中国崛起对中国 美国以至世界都是正面发展 如今9年过去 中美相对国力 以至世界形势都持续经历巨变 拜登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会否也变成了你死我活 这一点中国相信 也要做最坏打算 不得不防 或者说 中国对美国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已无太大包袱或悬念 只既在一些不可控条件下 过于情绪化硬碰 为美国制造团结西方 孤立中国机会 尤其是美国总统有相当机会 换成拜登的时候 毕竟中国是全球化的一大受益者 而中国前副外长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傅尹早前表示 中美面对的最重要的选择是 继续同意全球体系内解决分歧 还是分道扬镳各行歧视 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 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